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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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要推出新作品 还有在TICC宇宛演出了 好 我就是要认真给你祝福 我相信在演唱会那天 甚至是新专辑发行 一切都会非常非常顺利 祝福你的身体 祝福你的心 祝福你要呈现的 不管是作品或演唱会 都是一直以来这么认真的你想要带给大家的 还有带给你自己的 Love you 哦 给你个新招 灯 亲爱的梁文英 很久没有看见你 但是我常在Stray上面听到你在唱歌 听到你的歌声还是那么的好 而且呢 要恭喜你出道16年了 然后又有新专辑又要开演唱会 非常替你感到开心 祝福你一切 顺利成功 安悠 虽然你出道16年 但是我们认识的时间更久 不要忘了那时候你第一次上台唱歌的初心 那詹哥在这里 恭喜你 然后棒棒 为什么听情歌 当然是因为好听啊 在演唱会大家可以跟你一起唱 一起哭 这样子才不会害羞 祝你的演唱会可以感动到大家 感动到哭成一片 也祝福你的演唱会大麦 一切顺利 恭喜 上次合作已经是两年前的倒影了 然后听说你要开大型的歌唱了 恭喜恭喜 祝福你演唱会大麦 开唱一切顺利 加油 在这边要恭喜我们最漂亮的男明星 梁文英 出道16周年了 Oh my gosh 这代表我们星光二班也已经16年了耶 然后我觉得最棒的就是我们都还在彼此的身边 然后也都还在音乐这条路上努力跟打拼 老梁啊 应该有我们星光二班的位置吧 好想看你TICC的演唱会哦 跟文英呢一起玩音乐的过程其实是非常开心的 然后呢听他唱歌你就会感觉整个人被他掏空了 然后呢就很想要跟他在一起 10月12号你要来TICC听文英的演唱会 我也要来那文英记得帮我准备和平分手这首歌 我一定要唱哦 为什么要听琴歌当然是因为琴歌就是要听梁文英唱才够动人 祝福文英演唱会大卖 而且顺顺利利加油 我们制作的星光大道第二届的第二名梁文英又要出专辑了很棒 而且他10月12号会在TICC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演唱会 我们希望他专辑能卖的很好 演唱会大家去捧场 梁文英唱歌很好 梁文英 10月12号TICC梁文英的演唱会一定很好看也很好听 一定要跟我一起来哦 那说到为什么听琴歌 这个问题很好 因为琴歌呢就是要听梁文英唱才对位 那祝福你演唱会顺利 然后真的是大卖 然后Good Show 知道你要出新专辑了 想必你一定很很辛苦 我知道这种心情很复杂 因为要出唱片以前 尤其你我知道你一直在锻炼自己 我也是 有人说你跟我很像 所以我想我们个性也应该很像 期望你这一次能够再次的证明自己 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我也很关心你 希望你继续加油